慈悸症災医疗团在当地进行爱的接力 而第四梯次的黄俊卿医生 他任职于嘉义大龄慈悸医院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他是 头一回参与国际症灾 专长是急症照护 黄医师对于患者总是充满了 无比的爱心以及耐心 老妇人伸出手 在巴塔普医诊点再度请医师诊疗 起初是有一些浓 可是现在已经很好了 已经干了 比较好了 因地震受伤的民众 伤口严重程度不一 但大龄慈悸医院黄俊卿医师 擅长急诊救护 包扎有其道理 第一次参加海外震灾 黄俊卿以父母心医病医伤 协助翻译的小志工 称赞他的好脾气 急症来得快 但黄俊卿用稳定的态度 安住病人的心 大爱新闻之下美之工江文龙 尼泊尔报道 一套 幸福 永生 感恩 感恩 太郎 恨